近日河美政经济弱势社会案件引起各界关心 叶姓三兄弟达哥20日因病离世 县长王惠美与社会处长王兰兴等人 前往河美政立殡仪馆慰问家属致赠慰问金 并允诺社会处将会持续相关协助 那我们现在呢老三呢现在在医院完之后 我们会转介到社福机构来做相关的安置 那老大呢因为这个身体的状况肺炎已经过世 那老二的部分我们会让他身体养好 然后辅导他能够呢找到一个正常的一个工作 让他们呢都能够这个各自安置 然后都能够有好的这个身体的一个健康 然后顾好那也要在这边拜托我们的乡亲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有一个1957的一个光怀的一个电话 也希望说有什么任何的需求都可以跟我们1957 这边有专业的社工可以为你来做相关的服务 那也请也不要说说遇到任何的事情 就想不开或者说有任何的亲生的问题 每一个生命都是非常重要的 还是要再拜托我们的乡亲 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打1957 县府将持续协助两兄弟做最妥善的安置与照顾 并呼吁民众 如有任何需要都可拨打1957关怀专线 会有专业社工提供服务 社会安全网仍有检讨的必要 网县长云诺 未来会责成县府团队寄取经验 防止类似事件再发生 公益频道张华宇和美采访报导